嗨,各位喜歡電腦PC的玩家,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Computex 2023台北國際電腦展現場 睽違一久的大型展覽,那我們這次來到的是邀場SWOCK的攤位 我們就要來看看他有什麼新的版卡、顯示器以及我們的迷你主機囉 好啦,那接著我們就請SWOCK的東東來跟我們介紹囉 哈囉,菜股的朋友大家好,我是SWOCK RAD 我是東東,好久不見了,這次Computex呢 我們SWOCK在這次也推出了好幾張新的主機板 你現在這邊看到的是我們這次Fenton Gaming 整個翻新有三張新的主機板 分別是Z790 NOVA Wi-Fi 7 Z790 Riptide Wi-Fi 7 還有一張入門的Z790 Lightning Wi-Fi 7 這次我們Fenton Gaming系列有什麼新東西呢 給大家看一下,首先這個厲害了,安裝的免工具 我們這個連HeatSync不只是SSE 我們連HeatSync都可以免工具的安裝 很簡單,推一下 就可以往上拿 欸,方便 安裝的時候呢,我們也只要插進去 好,那這邊呢,我們這張板子還支援了6條M.2 絕對是現在市面上最多M.2的板子了 1,2,3,4,5,6 給你再多的遊戲都不用怕 想裝多少就裝多少 完全不用去犧牲獲的效能 另外當然,Model Nen就看到了 它是一張Wi-Fi 7的板子 所以說它支援最新的Intel Wi-Fi 7的這個技術 802.11bE 除此之外呢,我們還有一個5G類的設計 讓你有線無線都很快 有線接5G,無線Wi-Fi 7 你要怎麼接都可以 除此之外呢,我們這張板子 它有20加1加1項SPS的設計 讓你可以支援像最新的13900K 欸,下一代CPU 欸,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說不定就有了 說不定就有了 我這邊不能多說 不要問我,我是什麼都不會說的 好,那這就是我們新的Fantam Gaming 1790,LOBA,Wi-Fi 7 Liberty,還有Lighting的電競主機板的更新 除了Fantam Gaming系列的更新之外 其實我看到它還有一個蠻有趣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太極Elite 沒有了,是太極Lite 哎呀,我不想把它生計了 對對對,其實我們這個Light的設計很特別 就是我們是Base on原本的Z790太極 欸,規格面一模一樣喔 一模一樣的規格 但是呢,我們就讓外觀變得更稍微的簡樸一點 這樣子 不用花費這麼多的CNC啊 或者是太精細的齒輪 改成印刷的方式 回饋到消費者身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我追求的是太極最強的供電 最強的規格 USB Fold 但是我可能不需要這麼大的外觀 我希望我的主機板低調一點 我要把我的RGB顯現 在我的Hooler上面啊 冷排上面啊 顯卡上面 我的主機板越低調越好 欸,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太極Lite就可以符合這個需求 所以就是以前 最以前的性價高規 沒錯,對 我們把這個價格回饋到消費者身上 讓你可以選擇一個 欸,價格比原本的太極還要便宜 但是你的Spec 你的最新技術 都沒有被任何捨棄的一張板子 這就是以前的性價高規的SFAC 要回來啦 欸,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沒錯沒錯